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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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的不错啊,这两个人现在打后手啊,其实都有不错的一个线路啊,尤其是去挂中线的时候,还是要往地面带,漂亮 抱腿之后,看看能不能压住对手,继续往龙王边来顶 这个时候张成干深靠龙王,慢慢的去起身 目前来看,毛建兵想要压住他,还是有点困难啊 但是毛建兵今天选择的这个战术也很清晰啊,知道你对手在战力端比较有这个优势一些,那我今天打你的短板,往地面带一带 是,两个人其实在战力端的表现都不错啊,但是就比在经验来看,张成干这边是四战两胜两负,毛建兵是一战一胜 继续的拿自己的身体去做前顶,顶到对手的胸口 能够持续的在龙王边控制对手 然后给出一些细小的击打 嗯,双手去腰后搭扣,还是想去破坏对手的重心啊,还是更多的去打控制 嗯,慢慢的转身过来,继续前顶 对,张成干的这个,防守能力做的也不错啊,嗯,始终没有给对手机会 对,在被对手给转过来之后,马上继续转身回来,升靠龙王 但是,他现在要抓紧时间,就是想想办法从这个位置里面出来 是的,因为毕竟已经在这待了快一分钟的时间了 双手腰后搭扣,往外拉,嗯,继续往龙王边走 还是要去推一推对手,就换一换把,跪地,起身,看能不能出来 张成干也真是执着啊,继续的就抱腿 好,两个人回到站立 回漂亮,毛健兵的后手依然能够塞进去啊 所以,两个人直线拳其实打的都不错啊,在距离的把握上都不错 因为,嗯,身体条件也比较接近哈,我们看纸面数据上,张成干身高是一公分的优势 啊,毛健兵这边B站也只有两公分 还是要下潜抱,没有成功 毛健兵还是想往地面带 对,但是你看全打的其实可以啊 对,我就可以在站立端打一打 对,两个后手其实塞的都不错 但是,整个第一回合,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哈 就是他呢,持续的在龙王边 给对手的这个控制啊,还是会给我们留下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在的 我不客气,就负责的,因为连路别走过,一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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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在后手,对手给一个迎击 就两个人都在压后手的这个换拳的过程啊,我们很有意思 就是你看又是一个换拳,两个人选择,下潜,是 就两个人战力过程当中 击打这个频率还是蛮相同的 是的 所以整个第一回合 我们至少看到了四次两个人 互换拳的过程 对 换一个 漂亮 击打之后选择下潜 但是并没有成功 其实感觉毛建兵第一回合 下潜的次数有点多了 是的 而且方法略显有一些单一 就是如果再 有个漂亮 第二回合对手 就是在自己体能端下降的过程当中 如果对手能够 你下潜动作变慢了 对手能够找准机会 给一个迎击 那还是蛮危险的 是的 这一个回合就像宇晨老师讲的 毛建兵这个下潜抱摔的次数有点多 其实刚刚在龙边的那一番的控制来讲 也没有完全能够控得住张成干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选择 他不在战力端练战 你发现他还是想把张成干 往地面带一带 虽然我们也没有看到龙边 这没有完全见到地面 龙边的一些控制方面 他也没有做到很好 是 就是说两个人可能有自己 不同的战术安排和构想 总之第一回合做的 都不是特别的清晰 是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第二回合 看看两个人的战术端的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拳带腿也都能带得出来 对 第二回合一上来两个人都在找机会找三鸡 中扫漂亮 马上一个迎击压进去 两人现在前手出的都不多 这么多的时候还都是在找机会去压后手 第一回合如果要是按就是现在来看啊 就是打完这一分钟来看的话 我觉得第一回合毛剑冰可能会有自己的想法 之所以那么频繁的进地面 可能会觉得在战力过程当中 两个人像这样五五开的程度会比较多 对 而且整个第一回合两个人会发现 就是进攻的这个节奏很相似 而且进攻的方式也很相似啊 对 都是后手压完之后 后手带前手的这样的过程打进去 而且并没有太多的在内围之间的互拼 哎呦 迅速地站了起来张成干 就是中距离打完就走 要不然就是这样一拳打到就走啊 不然游走会打得更多一些 那包括王建兵的边角也是在跟他喊啊 就是要往里面去压一压 又是哎 这次张成干选的下前 对手推出来 漂亮 护齿掉了 其实带上护齿 继续比赛 两个人换拳的这个过程还是有的一打 不太好压哟 对 这就是我第一回和我们局间时候说的 就有点担心哈 就是你随着体能的下降 你想要下潜暴摔 把对手往地面带的过程可能会更艰辛 而且因为你动作变慢了 其实对手如果上来一个冷拳 给一个迎击 还是蛮危险的 两个人在战利端始终保持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打击距离 是的 谁打谁有 对都是在打中 中远距离啊和中距离 又是下潜暴摔 这动作明显变慢了 这个时候我们看张成干就更好防一些 先打下 后手还是往里带 后摆带前直 王建民可以增加一下自己出拳的频次 尤其是前手的频次 体能有下降了 对 前手出的少 后拳出来也没力道 对 就是现在你看他的体能 比对手掉的更多一些啊 你看手的爆架就知道 你看就是头的空间暴露的也太多了 现在张成干想往里面打还是比较容易的 对 张成干前手点完后就接 是 哎又是一个 下潜 后撤压度夸之后还是起身了 压住 嗯 两个身形太像了 所以你看打法吧 这个也有点也有点相似哈 所以不好破局啊 对 这种 在中距离打一个组合或者两个组合的能力都有啊 嗯 但是往下 随着体能端掉下来 第二回合还有最后的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啊 就看谁 打二次进攻 或者三次进攻 尤其在拳法的联机上的 多点进攻 效果更好一些 现在多点进攻少啊 现在他俩多点进攻少 基本上都是要么压一个后直 这是两个人都有的 对 但是这回合稍微好一点的时候 我们看到张成干就是能够打自己的二次进攻上来 就是打一个一二三的联机之后 能够再跟一个联机 就是可能会再跟一拳 两拳或者一腿 有这样的过程出现 打到现在我们看蓝方张成干的体能处备更好一些 是的 对 对 更多的时候他是在拿步伐去压着毛建冰啊 是的 漂亮 这毛建冰现在防守端漏洞太大了 打中线还是从侧向啊 30度左右摆进来 给张成干留的空间太多了 是的 张成干反倒越打越顺 对 在全的打击维度上 张成干现在是 怎么打怎么有的一个状态啊 其实这个也源于 黄建冰的防守端做的并没有那么好 我们再来回想一下第一回合 就刚刚说 在第一回合局间上 两个人在战力进攻上 基本上是参半的一个状态 因为两个人防守端做的都不错 而且进攻方式呢又很像 都是去压后手打单击 那到了这回合之后 张成干一看 黄建冰的手一掉 那我是不是可以打一个联机打不进去 我就再打一个进攻组合 成功率就会更高一些 所以就会感觉到 这回合 黄建冰在自己的进攻组合 明显就把 不管是策略的引导 还是他的 击打的效果 甚至是击打的频率上 都突然间提高了一个阶段 来示范一下低章回合 您正在收盘中期 河南卫视 优德集团德性集团 连锁为您打到的 优德终极格斗赛 YFU的比赛进场 我通常倾向好久看 YFUU的终极格斗 本来的 我通常指的集团 散终极格斗赛进行 好的 好的 双方第三回合 我们来看这回合 尤其是毛剑冰这边 就是防守端 也有点担心他体能 对 也不知道这个短暂的局间休息 他能回血多少 我个人会觉得 应该不是特别多 因为第二回合 明显感觉体能消耗比较大 对 至于防守的漏洞也比较大 而且他防守端的漏洞 不来源于他自己做的不操心 或者说不上心 而源于体能端实在是没有办法 这个手是累掉的 不是放掉的 所以这回合 可能前两分钟还好吧 后面的时间 你看他头部的空间 还是在这摆着 就你就看两个人的报价就好了 大家仔细看 这个时候中线的这个距离 张志杨就打得很顺 点着就进去 这个时候他 但凡能多打一点点前手 就可能会在击打的效果上 做得更好 这个时候 王建兵把距离控制好吧 是 就是少被打中一些 嗯 别让对手打得那么顺 对 尤其是现在自己的前手要多去出一出 所以下潜暴摔压不住了 就你不能说让张成干的前手就是打得也这么顺啊 怎么打怎么能进来 已经流血了 出血了 哎 又是一前手 对 前手连续的点 他把这个距离拉开 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要再是这个距离特别适合张成干出去 对 但是对他来讲比较要命的是因为体能端的这个事啊 你说想打个快进快出吧 就可能会出现进去了就出不来的这个过程 是 而且目前张成干的体能端也比较好哈 嗯 按照目前的情况 就是毛建兵就算是能打快进快出 能打进去之后 他出来这个过程估计不会是自己移动出来的 应该是会被对手打出来的 被打出来 就这样这个打法可能就有点得不偿吃 所以这样跟对手去打正体进攻 对 起起腿 对起起腿 或者自己的前手多去点一点对手 就是你现在起码不要让毛建兵的 就是他的前手多点了之后 不会让张成干的前手出的那么顺 是的 而且他鼻腔出血这个状态在第三回合 也还是被张成干的前手几乎是点出来的 嗯 你看这一回合的三次下潜抱出来都没有成功 嗯 他这个成功率会学着自己比赛的进程和体能端的下降 越来成功率越低的 对 第一回合其实成功率都不高 第三回合再这样的话 五个成了两 对 这更难 嗯 慢慢的又是一拳 自己 前手打中线 点的还是蛮准的 嗯 而且关键是点的轻松啊 就是只要张成干状态就是我想出拳 基本上八成能有 对 这个比赛当中的信心是 就很可怕的又是一个 腿换拳的这个过程 毛建兵要再自信一些 是而且关键现在移动端也没有 就是防守端做的不好 进攻端也没有移动端也没有 所以这个比赛就真的近视颓势啊又是一个前职 反而是我们看毛建兵这边打完一拳撤出来 张成干这边啊 对 张成干这边打完一拳撤出来 打完一拳撤出来 然后马上就是往一侧来绕 去做转换 就是 张成干今天是越打这个状态越好 嗯 但是毛建兵上一场比赛 我觉得对他的印象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 有可能也是这次备战的时候 漂亮 又是一拳压进去 不能老是等着打反击啊 让对手的一拳一拳往里塞 要多移动一些 对 同方毛建兵 张成干现在也不用再去打 想着二次进攻或者三次进攻了 一个进攻组合打进去马上走就有 这三拳基本上至少中一拳 前手不中就后手中 再不然就是第三拳的前手 这有可能会中 成功率又是一个 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个击打的效果也是明显在这放着 后手往里压 感觉毛建兵的这场比赛打的 确实感觉有点迷糊 我看他现在觉得理解了 为什么第一回合 他首先选择这个下前包杀往前带 可能在地面上 可能现在去抢一下第一回合吧 别犹豫 红方要赶出啊 他现在还是有一点点触 你等的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等于给对手张成干了机会 是的 张成干这场比赛感觉到 他的拳法的确又精进了一些 尤其是经过这场比赛之后 我相信他前手直拳 那个出拳的信心会大增 是的 你看最后的几秒钟的时间 因为今天的前手拳 的确是给 对手拳 太子拳了 对手拳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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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收看的是由河南卫视优独集团 德信集团联合为您打造的 优独终极格斗赛 YFU的比赛现场 和工藏清香好久 看YFU优独终极格斗 本栏目由工藏九叶集团赞助播出 感谢乌龙体育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们 男子除量级的对决来了 蓝方郭强格斗的拉败 对上了北京方正自由人的红方张连航 是的 这是两位不同类型的选手 其实两个俱乐部也是不同类型 郭强格斗是战力为主 提拳 然后北京方正自由人俱乐部是衰弱为主 是的 但是两个教练有一个共同点 郭强和方正 两个人从来没有打过职业的综合格斗的比赛 是的 却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综合格斗选手 还是在不断地去找试探 双方互给拳 下压给前手 压后手 拉败的拳确实是快 让张连航瞅准一个时机下潜去做爆摔 对于张连航来讲肯定是要在地面上去展示自己的实力的 没错 哎呦 拉败真可以 是 马上起身之后给一肘 漂亮 对 起身的能力和爆发力还是不错 是 好 第一手 对 两个人站立当中的换拳 因为身体数据也比较像 而且这臂展很接近啊 拉败180公分的臂展 张连航178公分 在身高上拉败是比对手高了5公分 176公分 哎 对 没问题啊 哎 游走的过程当中 哎 张连航还是非常赶出动作的啊 是的 对峙的过程当中基本上都是去出先手 对 拉过 对 小心到侧方连航 对 我教你们应该记得吧 对 来到龙往边慢慢的跪起 下边连航是怀你了 下边 下边连航 别吹机 顶膝 漂亮 看上去拉败的这个力量要大一些 对 主要来源于他的爆发力要比对手好一些 刚才是鼎膝当中的一个挂当的动作 好 继续到比赛当中 嗯 红方张连航来自北京 方正自由人俱乐部 蓝方选手拉败来自过程格斗 是的 半摔漂亮 到侧身位压住 看看拉败接下来要怎么做 嗯 嗯 测身位去压对手之后 对对对 砸肘过来 迫使对手到封闭防守 也垂击 抓到手抓到手抓到手 抓到手抓到手 你那个衣服怎么交的你也漂亮 往上去挂腿 嗯 张连航这边还非常想要去挂腿 拿十字 抓到杂机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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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败也真是敢做 是的 把这时候给拉起来 连次的给杂机 转身继续去拉十字 角度不对 对 这个角度没有 但是看能不能掰成啊 可能掰到手腕 对 现在拉败要做的是赶紧抓紧时间要去抽手啊 对 对 对 这个应该是不大能够做成 因为肘关节没有踩到的东西 踩头 踩到后脑了 对 这个位置是可以的 对 对 脚后跟去顶对手的耳根 对 对 对 张连航不要再 对 有点太执着了 如果没有脑就起来 对 这样对自己也是一种 不愿剃头 其实你看拳套的位置应该是没有吃正啊 没有扭到手腕 控制 控制 算计的控制 你的手机控制 对 持续的 松了松了松了 不能再去持续的发力了 是的 因为他这个位置就是 想要翻身过来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这个把位 那对手是肯定不会选择 就主动去翻身过来的 对 对 然后到南北位 就持续的去抽手 对 拉败还在持续的去发力啊 抽差不多了 这个位置拉败可以去打一打对手的内部啊 这个位置拉败可以去打一打对手的内部啊 因为自己的手现在问题不大啊 注意不要打高 打对手的内部看看能不能把对手给打松一些 是的 对 对 动得去抽那样不太好抽 对 对 还是要去抽手 哎 出来了 所以说 张连航刚才的这个动作把位拿的还是有点太久了 有点过于执着了 两个人起身之后继续回到 站立端 张连航 10秒 10秒 上下联航 张连航的一二连击啊 就是前手带后手的这拳还是蛮快的 是的 小心内动吧 小心 又要去做半摔给李希推开 上联航 现在两人一到内围啊 就是联航一进来之后 拉败这边马上会选择去抄对手的腋下之后 侧身一转就上半摔了 这个动作做的还是很隐蔽的 而且应该是他的一个惯性动作啊 就是这个动作做的很顺畅啊 所以张连航在持续的地面角力的过程当中 虽然不输对手啊 但是刚才的那一个把位过长时间的去拿 还是会对他的体能造成一个不小的消耗啊 反正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他的这个把拿的时间有点太长了 有点太过于执着了 就是一看做不成了之后对手 抽手的这个劲慢慢有 尤其是对手转身过来到南北位的时候 就是这个动作 对尤其是对手起身过来到南北位的那个时候 他就当时就应该想着要去转板或者换位置去逃了 看看第二回合 双方尤其是在一上来的战力端啊 谁能够占优可能会改变什么姿态的走势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德信集团联合为您打造的优德终极格斗赛YFU的比赛现场 喝工藏清香好酒看YFU优德终极格斗 本栏目由工藏酒业集团赞助播出 好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回合的比赛 我们看看 这拳还是的确 拉败会打得更快一些 这拳还是速度会比对手更快一些 对 连航现在打后手拳的时候就有一点把自己的身体重心往外去送了 就太想去发这个力啊 发力 而就打空了 对 吃对手的时候不太好吃到 扫踢 腿换拳的这个过程感觉张连航留有点吃亏啊 打呀 哎 对 他半没有很痛 对 如果真的擦到眼睛下举手示意裁判啊 是的 所以这两拳拉败挨得有点亏啊 应该是手套边划到眼睛了 手抬起来 牵手抬起来 就是往里面塞后手 这两个人一二连机做的都不错 张连航有点犹豫了这一回合一上来 是吧 是的 我觉得攻势没有那么猛 没错 有最多五分钟的这个调整的时间啊 这两个很快啊 没错调整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别犹豫啊 对 前手带后手 是 肌腹 腿换拳 两个人的进攻输出都很快 是 就是一块打快的这个过程 但是拉败做得要 好 低操 更加好一些 哎呦 不能听啊 对 千万不要停 两个人还是要更加专注于比赛啊 是的 有什么情况可以举手是有的 因为打的拳头比较多嘛 对 而且这个手套又是一个这种开放式的手套 就边脚会比较多一些 容易滑到 我下走 你别站着跟着拼啊 我带我家啊 那腿有 那个前腿有 漂亮 这还是要主动去出啊 就是不管就是你能不能打到是一回事 但是你的这个主动进攻的意识 和你抓时间差的这个意识一定是要有的 是的 连航的后手塞到 拉败 看他打得比较可断啊 对 拉败还是对他的拳更有信心一些 是的 两个人在出拳这个事上 虽然都是在找空档找时机啊 但是明显感觉到拉败 就是他的信心更足一些 是的 而且直接导致了进攻的效果 尤其是在拳上会更好一些 拳的力道更足一些 对 游走继续来找对峙进 哎呦 打空了 往里压后手 对 拉败的拳确实打得会比较稳啊 嗯 就是站住了打 就虽然他没有继续往上跟得下一个动作啊 但是 这两拳的联机的质量还是蛮高的 嗯 前手高一点 前手高一点 对漂亮 前手高一点 前手高一点 前手高一点走啊走啊走啊 找一下就行了 啊 还有一半 一半 一半二十秒两号 你来一下你就行了 别扫踢 对 又是一个后手 上才去 上才去 抱他呀 你前腿 你前腿教你东西呢 是 拉败的拳打得更准一些 是的 张力涵这边 打空的比较多 对 所以说自己的这个信心丧失了一些 是 还是要再自信一些 嗯 前手点 然后扫踢 对 上这个上步 你去点对手 的确拉败的拳的自信心要更好一些 是的 那不管是前手去走中线 还是后手往里压 打平钩 都能够打得有效 是 但是张力涵这边 现在就是跟对手的拼拳过程当中 可能会更好一些 嗯 就是如果去打这样的单击 或者两拳的这种组合 效果没有那么好 是 对 扫踢 那移动端 不断的去找对手 又是压后手 确实拉败的拳快 嗯 就是后直前摆 前直后摆 后手的平钩都有的打 对 你也上连航 对 现在张连航的状态就是 张连航 对 要敢于去跟对手往内围去拼 因为如果说在打中距离的时候 他的这个拳的准确度 包括速度 都跟对手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那么在内围去打的时候 我先拼你一个组合之后 然后我就赌我进内围之后 我们两个人互相拼拳当中的 第二个组合和第三个组合 就是三到六拳 或者六到八拳的这几拳 那我觉得他的命中率 或者成功率 可能会更高一些 但是现在这样的打法 就是明显你会觉得 他略微吃一点亏 就力量感不如对手 然后准确度也不如对手 而且速度感也不如对手 的确 拉败的拳法 确实是在第二回合 发挥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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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欣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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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新世 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所以 再送两只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场比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行动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咱们 每天 所以 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再送两只 咱们